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個人的武林》 這個戲是想把一個武俠的世界 在一個大都市裏面 最初構思這個故事 其實是用跑步功夫片 那我們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以一個頂匪片 有些懸疑 然後再用功夫去包裝 這個變態殺手是要殺盡很多高手 全部都是用雙手解決了 他一定有打那種最厲害的 先挑戰背腿王 再挑戰青拿王 再挑戰兵器王 再挑戰武林第一下口舞 彈哥飾演的角色 其實一直都隱藏著自己的武功 不顯身不露水這樣一個高手 他最後出手其實是有特殊的原因 我跟下口舞的關係很微妙 兩個人也不可以叫做朋友 但建基於他有一些資料 是幫到我破案的 建言華 贊成 首爾中爾 我會覺得不知道他說什麼 而每一個死者 都是跟口訣裡有一些關係 那我們倆一路就是 信任不信任的關係 去找那個真空究竟是誰 卡洛寶 卡洛寶 一個人武林裡面 導演想表達那個武術的思想 應該是導演和編劇去創造出來的一個世界 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一個大燈 將那個演裝世界 那些學武的精神 放在二十一世紀 講究科技的世界裡面 是屬於一部現代 懸疑 推理 功夫動作 功夫動作